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大家好 我是彭文正 好 我們感謝科技 讓我們在這個 來自總統府 一系列的黑手下來 關掉了政經看民視 但是你瘋得了 政經看民視 你瘋不了我們對台灣 這塊土地的愛 你瘋不了我們對言論自由的堅持 你也瘋不了我們的決心跟毅力 好 今天呢 我們有非常特別的來賓 我們有來自國外的 有來自這個國內的 還有來自民進黨內部的 相關的聲音 還有呢 有大炮級的 我們在政經看民視的 各位很熟悉的來賓 都一起跟我們在一起 但我們知道 我們現在因為沒有什麼資源 他們都願意義務的熱情相挺 這就是台灣這塊土地 帶給我們最大的激勵跟愛的地方 好我們馬上就回來 我們就來看看今天呢 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有什麼勁爆的話題 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謝謝你們晚上8點鐘 準時守在這個 現在不是電視機面前了 是在你的電腦面前 在你的手機上面 在YouTube頻道 準時收看我們的 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關不了 就是關不了 非常謝謝各位觀眾朋友呢 結果我們的影片呢 在YouTube上面呢 連續兩天都是發燒影片 今天星期五周末呢 談點辛辣的 談點獨家的 談點有趣的 所以我們今天旁邊這個 這個 政府關不了 關不了月宏的 黃月宏黃社長 他每天呢 就是繞著這個司法的這個貪官污吏 每天接他們的底 到現在 官司一樓筐吧 官司 哇 現在一直在成長中 而且大部分都是小英政府送禮的 是吧 對對對對對 因為 我們等一下再講 做這麼久的媒體 第一次有這麼多官司 然後都是官員啊 立委啊 而且小英身邊的要員 所以 好 今天呢 這個 咱們今天這一小時 我有以為是電視 一個小時多 會非常精彩 那今天錄影的時間會比較晚 我們今天是 錄影 然後再播出 早上去體檢 以前做這個媒體太忙了 沒有辦法體檢 已經不知道多久沒有體檢了 最近覺得 肚子脹氣 一肚子氣 所以就去 那個醫院 那我到醫院的時候發現說 欸 是因為我們的粉絲真的很多 還是我們的粉絲都是病人 好多病人跟我打招呼 這有兩種可能嘛 研究方法來看 就是說我們的粉絲真的很多 還是說我們的粉絲都生病了 不知道 好 好啦今天呢 對我節目開始之前 我還要這個 談一件事情 就是 有一個我很欽佩的人 叫做郭文貴 文貴兄 昨天cue了我一大段 就是 左個文證啊 右個文證啊 我仔細看了 我真的是受教 謝謝 因為文貴兄是我欽佩的人 什麼別的都不講 我不管你們認不認同他的言論啊 跟他立場是不是一樣啊 還是你們是一國兩制啊 我要說一點 他一個人對抗一個CCP 一個人對抗一個共產黨 這個傾家蕩產 這被抄家 就差沒被滅族 都沒再怕 重點是他一個人對付一個共產黨 所以那些酸民啊 你有這個本事嗎 好那我仔細聽了這個文貴兄 其實我跟他素媚平生 那就是 這個久逢知己千悲少 相逢何必曾相識 這兩句話是兜不起來的 我硬兜的 我就看他的視頻 所以我長期是他的粉絲 那 他的這個影片當中 提醒了我幾件事 他說這個政經關不了 肯定要再被關了 哎呦我聽了嚇了一跳 不過文貴兄你放心 這將是你 做電視做視頻以來 第一次預言失敗 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就是關不了 好 那你說了幾個原因 你說這節目啊不好 我也確定確實 你說這主持人啊 太書生氣 這個也是事實 沒辦法 我就是百務一用的是書生 所以才今天會這個 潦倒到這個 如此 那結果呢 你就說 因為我們要對付的是 共產黨的藍金黃啊 像我這種書生是不行的 我不行沒關係 我旁邊有這種武將啊 有這種殺手對不對 所以沒關係 另外呢 你為什麼都要往我這邊推 你也承受一些吧 好 我書生嘛 那郭文貴還講到 提醒我 他說我沒背景 我確實沒背景 我父親是小學沒畢業 後來自修 前半輩子在種橘子 我爺爺在山上種橘子 我父親書沒有讀完 但他自己自修當了小學老師 所以他對我這個唯一的兒子呢 啥事都不要做 你就給我拼命讀書 所以我就變成一個百務一用的書生 那文貴兄也提醒我說 我口袋太淺 沒錢 這個幹不了什麼大事 這個更簡單了 文貴兄啊 你把你的錢分我一點 我口袋不就深了嗎 對吧 好 謝謝跟你開玩笑 不過我欽佩你 我看你的一言一行 我非常欽佩 有沒有榮幸 有機會邀你到台灣來 然後或者是呢 有沒有榮幸能夠 給你在視頻上面 在我們的連線上面呢 給你請教請教 I promise I will be your taxi driver in Taiwan 好 今天我們一開始呢 我們來談一談 還有一件事情 我覺得看得蠻悶的 不過這是不適合問 月紅兄 就是宋楚瑜你在幹嘛 你到底有沒有講一國兩制 回來又說沒有 說沒有出自他的嘴 那如果沒有出自他的嘴 那中國硬要把你硬凹 開個國際記者會 開個記者會打臉 那另一個我覺得更悶的 就是辣台妹 說什麼 如果他真的有講一國兩制的話 那麼我要考慮撤銷他的這個 總統府資政 我聽了以後滿身大汗 你聘的總統府資政 你聘的APEC特使 你不知道他腦袋裡在想什麼 你到今天才知道 他腦袋裡想的是一國兩制 還要查驗一下 還要把他這個話吞回去 不然你就收回他的資政 我嚇死了 我嚇死了真的 哪一天呢 當然不會有這一天 哪一天我真的像那個 國民黨被共產黨 1949年打得落荒而逃了 才發現說 原來蔣委員長周邊全是匪諜 不要哪一天啊 這個 蔡英文總統告訴我們說 抱歉 我真的不知道這些人 這些人都是一國兩制的 嚇死我了 好啦 今天我們要談的是 請約翁兄談一下 賴清德跟這個蔡英文的這個初選 其實衍生出台灣非常非常多的怪像 我說我透過這次黨內初選 我看兩件事情 台灣有沒有公義 第二個 我看人性還有沒有良善的價值 在開始討論之前 我要先呼應你幾件事情 就是 蔡英文到現在為止 他犯了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不知道說 一個國家跟元首 他對那個國家要有一個很重要的核心 價值要去維護 今天其實有很多 就是本土派也好 獨派也好 對他很不諒解 那很不諒解 就是認為說 他對台灣的本土的維護 跟台灣獨立意識的維護 非常的模糊 那他大概蘇聯的 我不曉得 蔡英文他蘇聯的怎麼樣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們可以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美國曾經呢 南北戰爭整整打了四年 其實他只打一句話 就是美國獨立宣言的第一句話 All men are great equal 是不是所有人身而自由平等 因為他們認為說 你不能一半黑龍一半自由人 他們就只打這一句話打了四年嘛 所以他們最後就是 美國到今天能夠成為世界偉大的國家 就是他為了信念用戰爭來解決 所以台灣統獨對決 這是一定要解決的 這不能打模糊的 沒有什麼維持現狀的 這是他在信念上 被大家一直質疑跟挑戰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政經關不了 其實你不用感到你是孤單或是寂寞的 因為今天早上呢 我才陪了很多本土社團 還有楊憲宏 我們一堆人去NCC抗議 那我們整整個NCC陳述 認為說民視這麼粗暴的斷播 楊憲宏講了一個很精準的字眼 他說這個節目不叫做停播 是叫做斷播 他是播到一半被斷掉 所以他不叫做停播 他叫做斷播 史上沒有發生過了 對 就觀眾的角度來看 是播到一半被斷播 對我們後製的角度 是我們錄完了95分鐘 兩個小時的袋子 因為中間還有廣告 然後分七段上傳 我手上每一段上傳的時間都有 結果最後呢 他只播了前半 還回頭說 我們沒有送後半的袋子 光天化日 民視新聞副總胡婉玲啊 你這樣子怎麼面對 你民視新聞的 這個你帶了三四百個團隊 你怎麼面對你的觀眾 光天化日撒謊 你做的新聞能信嗎 那我們今天去跟他 幾乎考慮到的面相 都有跟NCC講的 那其中有一點NCC 看他們的反應也蠻在乎的 我們就說 那我們不管他是不是政治考量 你是不是針對彭文正 我說那你不能把相關的勞工全部遣散 他們聽到這一點 特別做筆錄了 特別做紀錄了 他們問說都遣散嗎 我們說有啊 你必要說我們還可以提供名單 所以我剛才也有跟這些同仁說 謝謝你 你講了這個播出以後 他們就都找到工作了 他們都回去了 沒有他們正式通知 正式有發通知 要遣散通知 明示通知是沒有用的 明天還是會回來的 你是說明示會找他們回去 合約都沒有用了 還通知 所以我們跟NCC在 告訴NCC說 你必須要去介入調查的幾個項項 都講得很清楚 比如說第一個 你說他虧損 那你既然主張他虧損 可以作為停播節目 那你有沒有把所有的爭論性節目 都做盈虧報告 我告訴你啊 如果我的節目虧損 迷失新聞台 沒有一個節目賺錢 保證沒有 我們現在就撇開你不談 我們現在談一個公司的經營制度 他們現在胡說八道 那我們不跟你胡說八道對話 我們就說一個正常公司 你要停播一個節目 理由是虧損 應該從虧損最大的開始猜嘛 對不對 怎麼會隨便挑一個來 第一個 你應該把所有的正路節目 都做一個同樣的標準 而且這個標準應該是 譬如說有一季的分析 有半年的分析 有一年的分析 然後這些分析數字出來 再作為評估嘛 我說你如果這些評估沒有做 那只有針對一個節目 那就算針對性 好 這肯定 我覺得這肯定也不用說 這事情 我們會出一本書 來記錄這整個過程 所有的黑手 除非你改名 不然你的名字一定會在上頭 那我為什麼不怕告 因為我講都是事實 所以今天大家告訴他說 就是戒嚴時期 而且陳水扁那時候執政的時候 李濤夫妻是開兩黨 一個2100 一個李彥秋 接下來還罵 罵得到最後連假新聞都上的時候 陳水扁都沒有去關掉節目 我說今天我們在乎 那就是民事的內部自己內鬥 那法律上有一句話叫做 眾所周知是無庸舉證 但是這個我們不想引用到這個去 其實包括那個東社的社長說 他去看到蔡英文 大部分時間都在罵你們這個節目 長老教會 所有進去的都被罵 都罵我 所以其實 那當然他們也不可能去叫蔡英文來做筆錄 但是 怎麼不可能 他快卸任啦 他剩下一年啦 那這個東西我就可以提到說 你剛才說的就是說 蔡英文跟這個賴清德 在做這個初選競爭的時候 因為我大概人力比較差 所以跑新聞都一直只能跑這個司法這邊 那最近有一些司法界的人跟我提醒一件事情 我覺得很有意思 因為司法界越資深的人 他們關心的面向其實也越廣 他們就告訴我說 你有沒有去注意到 蔡英文在講他這些年來的政績的時候 列了17項 那我是沒有去注意 但是他們注意 他說那17項裡面呢 連一個字都不敢去提司法改革 就表示說 蔡英文知道司法改革 他是百分之百交白卷 他不只交白卷 他還交黑卷 因為他的國安委員邱泰山最近 才因為涉及官說請辭下台 就是告你告贏的那個原告 你講到這個告贏 前兩天去法院閱卷才知道 這個原審這個法官是可惡到極點 他為了趕快判我要賠錢 第一個 所有的民事案件 法官都要做一個基本動作 就是先通知雙方說 我要把你們事行調解 通常要調解 對 尤其這種毀謗這種東西 是很主觀的 恩怨也許一夕之間就過了 對 他連這個動作都省掉 他完全不事行調解 第一張傳票就是辯論 好我這樣講很怪 觀眾朋友聽不懂 可能聽不懂 其實 調解成功法官是加分的嘛 對不對 有點數的嘛 所以對法官來講 他會千方百計希望調解 而且他不用寫判決書 對 神多少事 所以為什麼會捨盡求苦遠 為什麼會讓輕鬆的事變得複雜 那一定背後有問題嗎 而且他搞得更過分的是 我去月券才發現說 這個法官呢 預設立場很嚴重很偏頗 我總共申請他迴避 用不同的事實跟證據 申請他迴避三次 結果月券的時候呢 後面兩次看不到卷宗 在卷宗裡面 看不到後面兩次的申請 連卷宗都可以不見 是 所以喔 這個 我要講的重點是說 其實蔡英文非常清楚 他在司法改革這一塊呢 不但是交白卷 而且是交黑卷 那賴清德 其實到老百姓呢 會慢慢知識的成長 其實你像國民黨他們現在呢 不管怎麼鬥 大家會慢慢期待說 你要講一些證件讓我聽 賴清德 我記得大概一個多禮拜前呢 講過說 他對司法是希望 不私人的法官要淘汰 結果他這個議題丟了呢 蔡英文也馬上跟進 所以其實今天老百姓很在乎的是說 這個國家 你們這些想要出來當元首的人 要提出來你對這個國家的願景 那在所有的願景裡面呢 老百姓最在乎的一塊 就是 你要怎麼去帶動司法改革 那因為司法改革呢 分成兩個很重要的面向 一個是呢 大方向 比如說 要淘汰不私人的 OK 第二個是 整個審判機器呢 要怎麼讓他更精緻 OK 這個部分喔 別談了 反正他就是沒做啦 講了也沒用啦 我講真的啦 他現在 就算撿到 撿到核子武器 他也不會做這個啦 我比較好奇的是說 這麼該做的事情 為什麼不做 有什麼難言之隱 我就這四個字 難言之隱 因為他的出發點喔 其實跟我被蔡英文 撤動這麼多人 來告我是息息相關啦 因為很多時候 你又在黑他 他會說 蔡英文在家告你 關我什麼事 民事要關 政經看民事 幹我什麼事 那這個又要扯到吳國東 吳國東也在那個3D的時候 跟公開跟我講說 啊 你就是去提到那句口號嘛 蔡英文還沒當選的時候 我就先預言說 蔡英文的司法政策 用四個字可以講 放馬打扁 看起來是啊 放中馬英九 講到打扁 我就要問一件事情 五月一號 又來了一個核子彈 說什麼瑞士啊 瑞士說啊 台灣為什麼扁案不辦呢 他其實不是不辦 他是說 你要求我們扣這些錢 但是這個案子都沒結束 我們這些錢不知道怎麼辦 人家拿你的錢 拿著不好意思啦 說你們趕快有一個結果 那就捐給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啊 哪有這種 然後現在又變成一頭頭條新聞 說什麼扁案可能會辦下去 我覺得這裡面有某種示威的意思 不是 我跟你講 我們常常 外電來到台灣的時候 媒體都會被亂左右 其實當時呢 拉法葉案的時候 一審判無罪 總長是黃世民 他就下令不可以再上訴 對啊 但其實這個不准再上訴 對我們當時拉法葉 被扣在法國的錢關係很大 而且那個上百億 但是這個呢 台灣國內都沒有去追 而且這個影響很大 那一樣的情形 人家現在瑞士是來說 你當時要求我們扣這個錢 對 那這個錢 到底是不法利益 非法犯罪所得 還是事實 我要問的是 這背後有沒有什麼 還是巧合 在選前 或者初選前 或者是在大選前 我們這樣看嘛 大選前可能半年吧 半年多吧 初選前兩個禮拜吧 為什麼突然來這玩意 就我把司令官的經驗裡面 有些事情真的是純屬巧合 對有人會說瑞士又不是你能掌握的 可是話講回來 如果我們檢察署寫了封信去摧摧瑞士說 你進得怎麼樣 他就會回你說 你都沒有判 你要我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有事情是可以操作的 我們目前的檢察體系 大概 沒有那麼聰明 沒有那麼好的能力去發這個文 就是因為這牽涉到 蔡英文 因為這牽涉到你要懂得 他們的體制 跟他們的法律用語 跟他們的法律管道 你要有一個法律的時候 你要有一個請求的時候 你要懂得說他們的格式 對不對 對譬如像那個 現在被關起來那個台灣民政府的林志森 他當年官司打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去的時候 他才說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連寫狀子都有規定 他說最有趣的規定是 你整個案情的來龍去脈 要在第一頁 用三百個字講完 abstract 就是我們寫論文的所謂的 對 他說你不管你的案情多複雜 你只能講三百個字 所以我們現在來講回來 賴清德呢 其實他現在應該開始去講 他在行政院長任內 哪些事情他想做 但是因為人手都不是他 譬如他當然應該好好來交代 內政部長 教育部長的葉放水 對不對 因為大家很在乎 這個事情問題太大了 這個事情問題太大了 你知道對於綠營的支持者來講 他們最痛心的事情就是 不知道為誰而戰 為何而戰 他發現說 我們戰得要死 結果主帥好像不是我們這邊的人 這是大家痛心的 對 跟你講一句話給你聽 為什麼會做成這個環境 太過分了 現在很簡單 太過分了 電視很簡單 你每天開到有些人 政論節目你看那幾百 那些人坐在那裡 那如果沒有幾塊拉幫結派 他們是沒辦法上節目的 我告訴你實在 主持人經濟核准說 這個命中可以不可以 這個可以來坐一角 你要看很多人說幾塊嗎 政經看民視 跟以前的伊甸市的政經現實批 這是沒有啊 所以你才會被關掉啊 沒有任何一個人 可以用任何一毛錢 買到他來政經看民視 或政經現實批 說半秒鐘 沒有一個高層的手伸進來 是買帳的 我在這邊清楚的說 彭P我不是說要拍你麻痺 你除了說有那個 拍也沒有關係啦 客家人的那個應景 你還有一種那種 老派的媒體人 記者那種角色 不要說得好好聽 威武不能吃啊 富貴不能贏啊 那個臭屁 那個不必講那個 你只要講說 做一個美帝人 你就如果沒有公信力 你在說一件事 你如果沒有公信力 你冷靜地想你 你後來要支持什麼人 敢不相信說你說的是政客 不可能嘛 因為你知道你偏棄了嘛 所以你現在看電視 政論節目 你這台裡面明明 一直支持什麼人 你要去聽說 真話囉 你就去什麼 你自己是潘子 你要怪什麼人 所以我說不要再當笨蛋 聽我給你呼籲 聚看聚聽職 不要再花錢去 買這些有線電視台節目看 去買這些部署 他們這裡上的工具 你只要抵制他們的工具 才會成功 這樣就贏了 他們都做不下去了 你其實他們不用花錢 也是花錢 但是最可怕的 後面的資金是什麼人 你自己拍照就要看 為什麼他們的政論 就沒有在說這些 到底誰出錢 你才會看 你如果不看 跟現在一樣 南北在起黨 高雄化韓國瑜 台北的法科文 大家在起黨 那有什麼意義 所以我怕你來這家 說錢會給你聽 金北說 真的厲害 網路比較厲害 昨天的網路 我昨天看 馬上訂閱 要看你的節目 破壞 一直在增加 一直在問 什麼時候開播 會不會準時 我想說 老一輩人可能不看網路 現在也看 他們現在到處在問 叫他們教他們 要怎麼訂閱 要怎麼取得一顆 你就可以馬上點下去 而且我跟你說 二十四休息 你都可以看 你不用等到 我們電視台 民視重播 那不是十二點 看到天空 那有什麼錄影 你這隨點就隨看 澎比坐的這家 我有國中也坐在這裡 不走啦 一樣要跟你輸贏 一樣說錢給你聽 我們常常常看民進 這種 這樣看得下去 驚輸 他真的驚輸到這種地步嗎 行政院長 蘇貞昌出來說 五四三 說他不要像我過去這樣 那些都 人家有清晰說 我不會像過去你這樣 那時候 台才有夠難看 我跟你講 我在台灣 經濟很長的 政治的裁縫 看他們那時候 在台 台才說 逃逃逃逃逃 為劉華英對抢 說跟政院節目對抗 他在台才買 議要把他們叫我 他要怎麼叫我 到時候也是我 走你回去 人家賴清德說這句 很難說 民調輸我 就支持他 怎麼會不團結啊 可是小英從來也不說這句話 這才有問題啊 不是這樣 十行小英說這句 有閒機喔 鄉親你聽好了 他說多少錢 他說什麼少數人決定 怎麼有這一個意思 怎麼少數人決定 所有捷冊基罪是 明 bek当中午的一位 中常會 中和上尾 那跟少數 否則馬九 前代會有必要的時候 前代會 這句話就知道問題嗎 來了 六一分前代會喔 如果小英如果輸的時候 前代會搞笑的時候 闂半 你 int然當著是间半 不過如果你這樣想 你多錢一點 你是在選怎麼 從頭還要跟你講 你就不會贏的 你要該怎麼的選過去 不是只有小英和他旁邊的人可以兵判 台灣人民的兵道 大家接頭見 你如果可以敢公開的作弊 我相信台灣人沒有那麼笨 這也是政經關不了 堅持打斷手骨 顛倒勇 非要來把他講清楚不可 因為我做狗就做20名 看到核心作弊 從黎明年走過去 你不可能不抓 就這麼簡單 政治的作弊是太多太大 我現在來看 剛剛講到這個5月22號 今天這個中場會開了半天 5月22號就是剛好你的節目被 砍掉的 這叫什麼 滿夜 頭七還是什麼 四七 今天是頭七 四七 四七 做第四孫 有人說為什麼要延到那時候 因為政經關不了又活 今天要看效果 沒有啊 政經關起來 怎麼民調還是沒有贏呢 到底哪裡出問題啊 那現在如果5月22號 你民調繼續輸的話 你要怪政經嗎 政經已經被你關掉了喔 但是 整個民調如果沒有贏的時候要怎樣 網路 網路在關嗎 我都不知道 對啦 兩蔣實在很堅固 就不敢這樣做 現在民主社會 快要這樣做 而且是一個 給台灣人民 支持的 完全執政的一個 民進黨政府 既然敢這樣做 當然現在跟大家想不到啦 尤其說到四月的理由 政經看民事 去用整個歷史 現在大家都在問 我如果怕路的人問 臉書射規 後有人問我 說想要去衛星會變成一段經驟 第二段經驟是在說什麼 消失的一個小時 當然我們網路 我們的節目是沒辦法拿出來 重播因為頒管問題 沒辦法 其實那段經驟是最好看 那好看得好 我相信 頂頭最高的也知道 還有民視的中央在感聽感看 也知道 沒關係 你們接下去而已 會嚴重 所以第二段經驟是簽的 連主持人 還跟大家說聲鼓勵 抱歉 大法新聞這7年前 2012年的5月30號關門 人家前一個月就預告 他有個時間準備 大家都知道 尚未大家有起來 還有獻灰 真的要 這獻花 不是獻酒 獻花 還有獻灰 大家又跟大家聲鼓勵 每個來賓都說一句紀念 有的 說一個節目做八年九年 大家坐一會 跟觀眾說 材料哪哪 繼續打拼 政經看民視 一個收拾十萬的節目 他連無聲 都會撞到什麼 現三聲 因為說 出在問題出在哪裡 所以我都跟你講 出在那一段經驟 那一段經驟 當時要還原 所有鄉親 慢慢來 慢慢來 我每天坐在這裡 我會一天一天說 那點政府在說什麼 但是我剛才看到 這麼正常的 這麼多 不管是兩獎 時代概念 開放之後 民視說 說彭P是外聘簽約的朱祁林 他是外面來的 你如果沒有駕駛 就不會停 合約要改毒 那你自己相信 雙照之間 跟所有製作群裡面 前置後置 打字幕的 這麼多 有什麼關係 我今天聽民視說 你這個已經違反勞計法了 好啦 我跟你講其實 這件事情 怎麼一個禮拜 就把所有的員工 十幾個人 全部都值錢 全部砍掉 其實我們當天有錄完 都錄完 那當然第二小時很嗆辣 這個內容我覺得 有一天會還原 這個歷史一定還原 等到法院要去調這些證據的時候 這些東西都要出來 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不是那個 民視的副總胡亂林 當大庭廣眾對著媒體撒謊 他說我們第二小時呢 袋子來不及送 不可能 這就是證據嘛 這東西都會在法院上呈現的 就是我們的袋子 什麼時候送 這有電腦上面 清清楚楚的檔案 所以我手上是有證據的 我們幾點幾分送 袋子 幾點幾分鐘收到 然後YouTube上面的檔案 有多大 都寫得清清楚楚 這些東西在法院上面 都會公正 都會獲得一個真相 其實我覺得問題的核心還是要回到說 蔡英文適不適合 適不適任做一個總統 我覺得也許很多台灣的這個選民 不是很在乎什麼誠信啊 道德啊價值 我曾經跟一個年輕人對話 我說 你看這個蔡英文總統做的這一些事情 很多不公不義的在眼前嘛 那包括你看 政經看民視可以說 砍掉就砍掉 但他們真的相信 這跟蔡英文總統無關 他們覺得這無關 那我還是要念一下啦 你看 我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情 很簡單啊 就在我們節目被砍掉的當天 我在我的臉書上 寫了一篇 發了一篇文章 我覺得我很自製 我在政經看民視的這個公器上面 我從不談私事 也從不談個人去留過這些事情 我在我的臉書上 總可以發表我的言論自由吧 我說 彭文正禁告總統府 把你們的髒手拿開 不要一手公然在黨內初選舞弊 一手又玷污政經看民視這個台灣的眼睛 我鄭重回應四點 這是我的臉書在四月二十二號公佈的 早上一大早八點鐘 我說有沒有把民視高層 叫進總統府呢 因為總統府用了一個新聞稿來反駁 沒有叫進總統府 我知道他在玩文字遊戲 這搞不好是約好或什麼 我不知道 那我就說囉 不是叫進 難道是禁見嗎 是禁見女皇嗎 第二個 好 我在這個 我的前一天晚上的臉書說 這個民視的高層 進了總統府之後的過沒幾天 那麼還有這個之前之後 他們也曾經過幾幾 來來回回的幾次 包括各種高層的見面 你知道總統府的高層有幾群人 應該是說蔡英文陳菊 周邊還有很多人 洪耀福啊 劉建興啊 王時期啊 還有周邊好多這些人 洪耀福這些人 那他們其實是透過個人的關係 個別去約所有的這個電視台的人 他們告訴我說 電視台的政論節目主持人 都接過蔡英文總統直接電話 而且還要從海外打來的 不是去拼外交很辛苦嗎 還會打電話來慰問一下我們的主持人 只有一個人的電話永遠不通啦 接不到就是我的電話 我從來沒有接到任何人 因為他們可能看到我可以看到鬼一樣 這對我來講是我的勳章 是我的榮幸 因為如果一個媒體人 跟權力高層 是常常在一起卑躬交錯 你凶我弟 那我看你也不用再 也不用再監督權貴了 那好 那這些名嘴來講 幾乎每一個人 都被分批的請過去吃飯 還包括三立的董事長啊 這個海董林昆海啊 就是他們會用各種方法 去達成他們的目的啦 在這邊我爆個料 很扯的事情 我昨天跟姚立民通過電話 我說最近為什麼你都沒上 新台灣加油 聽那個上報說 你是因為在節目當中 講了兩次說民進黨是垃圾 民進黨是垃圾 然後就看不到了姚立民 他哈哈大笑 他說文哲你好嗎 我說姚老師謝謝你我很好 他說他跟我講一堆免利的話 他說你怎麼會知道 我說媒體寫的 他說對 他說我被封口了 他說但是呢 理由可能不是 上報講的民進黨是垃圾 而是我持續的提了一些建議 姚立民也被封口了 好 那三立的海董 你的左手掌握了三立 你封殺了多少的名嘴 這些名嘴當時呢 我全部都來我們政經看民視 結果我跟你對坐 好那結果呢 你們就 就因為你在這個民視有一席常懂嘛 還影響其他人嘛 所以呢 你早早的就要把我砍掉了嘛 最後你得逞了 不過日子還長啦 真的還長 現在才一局上半而已啦 好 我的臉書上講什麼 我說喔 蔡英文陳菊你們這些人 你不配跟我談新聞倫理 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前一天的晚上 發了一個新聞稿 跟我說 希望彭文正先生呢 要注重新聞倫理 我第二天清早我就告訴你說 陳菊 蔡英文 你們不配跟我談新聞倫理 連談做人的倫理都不配 我徹底瞧不起你們 我再講一遍 我徹底瞧不起你們 因為很重要要講三遍 蔡英文陳菊 我徹底瞧不起你們 如果有一天在私下場合看到 我還會再重複三次 當著裡面告訴 我徹底瞧不起你 如果想知道 我為什麼徹底瞧不起你 我還沒有說的東西還多了呢 在我們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裡面 我還會繼續的說 好 最後我說的一點就是說 你們的所作所為 在西方法治社會中 不是永久退出政壇 就是鋼鐺入獄 我可以舉非常多的例子 包括水門案 包括前面還有其他國家的 許許多多 我們以後慢慢談沒有關係 交新聞倫理或交新聞史 這可能是我比陳菊跟蔡英文 稍微好一點點的地方 最後我要講的是說 你們不要利用台灣民主的盲點 一手遮天 為所欲為 好最後 最後竟然成了我 正經看民視的遺書 經過了八個小時之後 本節目就被停了 OK 我因為參與政事比你更久 對他們了解也比你更久 今天很開心 很開心 所以很開心就是說 我已經很久不上節目了 我知道 謝謝 不是沒有人邀請我 我知道 你們也邀請我 小君也邀請我 那我為什麼不上節目 因為我已經知道你們的命運了 OK 所以對我來講 我人性的價值 我很多朋友 我們憑什麼 我們沒錢沒事 對不對 我很多朋友 我們憑的是人性的價值 我對民主的價值 就是這種堅持 今天我不想成為 壓垮你們的 最後一根稻草 OK 就沒有這駱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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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駱駱駱駱駱駱�駱駱�駱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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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台湾第一名嘴 客氣客氣 我說真的 我會這樣講不容易 我不隨便包講人家的 我絕對不會一講說 為了討好人家去講好話 我說老老師你真的是 我認為你是台灣第一名嘴 你的功夫我就辦不到 我就可以把一件事情這樣 慢慢講慢慢講 把它講得那麼樣的清楚 我覺得你好了不起 我跟你走不同的風格 可是你看看 他今天時間到了 他就被封殺了 這個事前都可以想得到 小君也是一個蠻好的人啊 我不想到時候他叫我說 吳大哥你不用來了 大家在那邊尷尬嘛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是 我告訴你我告訴你 選舉沒有結束之前 我就可以有某種感覺了 當選舉之後是那樣一個結果 所以你看看 我在小君那邊 他本來是最後一個禮拜 每天都booking我的啊 都把你booking了 對啊 我跟你連去都不去 我就全部都取消了 你知道嗎 這個我知道 對 那所以很多事情就是說 好 台灣在進步 一定要有信心 一定要有信心 今天我們所遇到的 這樣的一個場面 好像很不好對不對 可是跟30年40年前比起來 對啊 好太多了 好太多了 這30年40年來的進步 雖然我們還不滿意 但是真的在進步 一定要用信心 我們才幹得下去 對啊 如果你還在收看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證明台灣是民主的 就是說你可以用你的權勢 在你可以運用到的管道當中封殺我們 但是我們還有另外一個管道 可以來喘口氣 這就是民主 如果你連youtube都把我封掉的話 那我還有很多其他的管道 如果你 對 如果你把我們全面封殺的話 那才是真的台灣民主黑暗的一天了 好 其實在這邊我們收到很多海外的 這些觀眾朋友 跟海外的這些鄉親 其實我是有覺得海外的這些鄉親 他們愛台灣的心 真的是幾十年來沒變 因為他們這段過程 離開台灣的過程當中 離鄉背井 看了到國外 你說今天台灣如果好 誰要跑到國外去討生活 誰要去講那麼難講的語言 在那個白人社會 或是在其他的社會當中 去討口飯吃 誰要這麼辛苦 誰要拋棄家裡面的 這些親戚朋友 高齡老母 到遠渡重陽 但是他們這幾十年來 其實最大的對台灣的價值 就是因為他們不受污染 他們在台灣沒有利益瓜葛 所以他們可以永遠講實話 那當然很多網軍上面很多人說 你不在台灣 你根本不要講話 什麼美國人的爸爸或什麼 這些人其實可以根本不管台灣 根本不要管台灣 他們卻願意在這邊說一些話 我這邊手邊有一個是北加州賴清的後援會 賴清的後援會 他們發了一個這個所謂的倡議 蔡賴沛的聲明 他們對蔡賴沛的東西 他們的一個回應 滿長的 我就講第一段 他說我們海外的台灣同鄉們 一向以台灣的民主 跟自由為傲 以作為一個台灣人 作為一個民主進步黨的支持者為榮 我們不忍看到民主黨總統初選制度 受到部分有詮釋者 生活候選人個人的控制和把持 近日各有倡議某某配 突以影響初選 甚或取消初選 我們非常痛心 這樣違反民主的選舉操作 而事實上我們在跟Steve Bannon 這個白宮的這個最高的策略長 strategist的訪談當中 他也對民主的價值講得非常清楚 他也對於美國人對於民主政治的看法 他對這樣子的要別人去當副手 他也這個不經意的露出非常不屑的批判 我想這些東西東西 真奧薄的奧薄啦 難道蔡英文跟他的高層的這些人們 他們不知道台灣人民的厭惡 已經到達沸騰了嗎 你剛才舉這個北加州 支持賴清德的人 我想補充一點 你竟然有講到重點 就是說對他們來講 什麼是民主價值 是 common sense 什麼可以做不可以做 他們很清楚 所以過去我常常講說 如果像柯文哲這樣的人 是在美國早就買單了 在歐美早就買單了 連討論都不用討論 對 一直在說 真的沒辦法 OK一樣 今天以蔡英文的所作所為 如果是在美國 可能已經坐牢了 沒有錯啊 我講的是實話 我講的是實話 所以這些人他們 他們知道民主是什麼樣子 所以他們知道他們應該要支持誰 他們捍衛的是台灣的民主嘛 對不對 捍衛的是台灣的未來 所以他們知道他們要捍衛的是什麼 第二個我想要提醒的就是說 我也希望說以後 因為彭老師你有這樣的一個優勢 你的國際觀 你的語言能力 所以我覺得說這個部分 應該在台灣的媒體裡頭 要辦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我們太不重視國際的東西了 所以總有一天你要付出代價 我們其實過去的三年 就是正在付出代價 可是我們竟然沒有感覺 你知道嗎 所以你說你訪問班農這個東西 太重要了 以後 再探訪班農這個東西 尼泵 尼泵 接下來你會參選立委嗎 我已經早就不敢做這個打算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黨這一次總統 2020以總統為最優先 那總統2020大家看得到 現在時局這麼艱困 其實這個總統大選 我們要繼續能贏 一定要非常費力 所以我們像把這個萬華中正 當成艱困選區 那現在連報名登記初選都沒有 萬華會是誰 因為他現任的是Freddy 那因為Freddy是時代力量 在我的考量 我覺得我們黨這樣做也對 我們黨的意思就是會禮讓Freddy 那把Freddy拉住嘛 要不然他跑到柯文哲那一邊 可是民進黨跟時代力量 不是台該勞會勞地 在立法院不是 對可是那可能是黃國昌 但是林昌佐跟我們黨一向比較交好 對比較交好 那萬華中正禮讓看起來是這樣子 看我看是這樣 那你的中山大同嗎 我中山大同被拆開嘛 那大同去跟士林就是何志偉這個選區 那因為何志偉剛補選上 那我也那邊有開放可以登記 可是沒人去登記 我也不敢去 因為我覺得他好不容易很辛苦補選上 那我來挑戰他 我就這個正當性 那個所以我也不敢去那邊登記 那中山區也是艱困選區 中山區就是看我們黨怎麼來決定 其實中山會曾幾何時變成艱困選區 中山區 中下階層的人也不少啦 對 但是因為中山區他客觀上 他像大指那幾個地方 那算是郡村 那最主要中山是現在現任這一位啦 現任這一位這個是 我四個字形容孤臣孤子啦 就是蔣總統的後代 那我在想 如果要出來跟他對決 那必須要有一個醞釀集 就是說 當然如果是我跟他選 那我是政治受難者後代 他是政治加害者後代 但是因為我們黨 可能沒有這樣的意思 我們黨可能要朝 就是快樂希望這個方向去 那一個選區啊 中山區以外 你已經講得對 其實中山區某個程度 藍綠至少一半一半 不會懸殊啦 但是他又加上 北松山 北松山有一些眷村 所以基本上當然是 藍大一點這樣 OK 加上又是孤城綠子 很多人海外很多人都跟我講說 啊 留在市議會很可惜啦 因為現在台灣最重要的就是 在2020以後怎麼抵擋中國的入侵嘛 那必須在立法院 因為我跟你講立法院的法律 定下去很多東西 它的影響力比總統大好幾倍 而且它法律一下去可能就是好幾年 要再把法修回來 如果對方沒有過半很困難 所以這個東西影響台灣 可能是影響未來的一二十年 包括一些經貿啊 什麼自治區啊 這些開放 還有一些這個中課 或其他相關的東西 其實就是木馬圖城的 一些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如果我們在立法院 沒有台派的人可以來支撐 可以來把關的話 我覺得台灣未來的四年八年 甚至更久的時間 它造成的影響 絕對會比2020誰當總統 要來得更深遠 而且更不可逆啦 我現在就拿這邊有一個東西 你知道 本節目現在就是淪落到這種 沒有啦 就是我們就不太會有太多的那個 很漂亮的這些什麼圖形 我就把它弄下來 你看這標題是什麼 他說 會面宋楚瑜 劉潔一 劉潔一國泰辦主任 說落實C5條 推進和平統一進程 親民黨的主席宋楚瑜 他去見誰 我一點意見都沒有 他又去港澳中聯辦 好現在要去見國台辦主任劉潔一 以親民黨的立場 那他要見誰呢 他的自由 問題是他有一個現任的身份 他是總統府資政啊 他是小英清典的總統府資政 而且還是小英曾經清典的 APEC的特使 他的身份代表蔡英文總統的重要性 不言可喻啊 而且我不相信 他也不好打擾 說他去建這個港澳中聯辦 跟國台辦 他是沒有跟總統府報備 小英是看報紙才知道的 我不相信 那這到底在玩什麼策略啊 我對這件事最感慨的是什麼 我是覺得我們以小英以總統之尊 那對各政黨各不同政治信仰的 表達善意去溝通 甚至禮遇他們 讓他們當總統府資政 甚至APEC特使 這些以宋主於個人的條件 撇開那些政治思維不講 他條件是OK啦 那問題是說 為什麼我們對敵對 或者跟我們截然不同政治思維的政黨 跟政治工作者 都可以跟他們談了 可以跟他們 可以禮遇他們 那為什麼沒有多花一些時間 跟我們深慮台派的 大家來一個很好的溝通 那麼就是說 為什麼會變到今天這個局面 這是我比較難過的 那我們自己同樣中心思想 核心價值的這一群人 在一起數十年 方向理想目標都一樣 即便步驟有一些 比較急的或者比較緩的不同 但是我們就像一家人 親兄弟親姐妹一樣嘛 那怎麼反而對親兄弟姐妹 反而是比較嚴苛 動不動或者甚至拳腳相向 然後對跟我們敵對的勢力 反而這樣 我對這一點一直不懂 這個提醒到我一點 去年年底你不是路過喜樂島 併吞公投的那個 反併吞公投的我們那個廠 就是後來你不是收到了 哎呦馬上 中央黨部有一張 馬上糾正我 要我提出說明 你說明了沒 我反而訪問他們嘛 我反而訪問他們 就是說我們黨沒有經過一個 溝通程序 那誰決定的 誰下達這個命令說 不能來 尤其喜樂島跟我們長期以來 跟明明講 長期以來本來就是 同一個目標方向嘛 而且我們人都有朋友嘛 我要來看朋友 就是我們人生最重要的是 不能背棄理想 不能背棄朋友 人生最重要的就是這兩點 不是嗎 那所以我一直很感慨 就是為什麼啦 為什麼對我們這些獨派的 這些自己家裡面 這些兄弟姐妹們 為什麼我們把他們遠離開 然後沒有我們黨 沒有黨內的高層決策者 沒有好好的來做溝通 我覺得當權者啦 當權者 強者握有權勢者 要先讓步嘛 這才是一個氣度嘛 這是一個氣度 有權利者被罵幾句 就算弟弟妹妹如果講不好聽 說弟弟妹妹比較不懂事 那個捶兩下把兄姐們罵幾句 我覺得這也不為過啊 因為有權勢者嘛 這一點是我不懂的地方 過去我看過的領導者 比較好的 你像謝長廷 你像那個江鵬堅 老一輩的風範 早期的康寧祥 黃鵬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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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怎麼K他 像康寧祥 康寧祥還在世啊 他老一輩的風範 他從來對自己的人 同志 那時候黨外時代 口不出惡言 他當時只對維權 當時老蔣 蔣經國小蔣在 所以這截然不同 我很崇拜他們當時那種風範 那我不懂 為什麼我們現在 反而那麼多時間 來對自己 同黨非掌權者 我們沒有辦法來跟他們做溝通 這一點是我不懂的 我看了好多作弊的跡象 在蔓延當中 包括散播一些假的名條 或者是我看到了很多訊息 我覺得我希望不是當事人 鎖使網軍或其他人去做 但是我覺得當事人至少要做到 阻止這些人這麼做 你阻止不了 至少你要發表一個聲明 非常清楚的告訴支持者 跟清楚的告訴這些 你們不要做以下哪些事情 1234567 我覺得這樣做的話 那些底下那些猴啊 或是那些人就會收手嘛 可是我比較擔心的是說 這根本就是一個有系統的中央廚房 在做這樣的事情 其實做新聞像教授 他常常會在新聞學裡面 有時候會提到 在不一處有疑嘛 那其實不一處有疑的事情就是 我們要預防有些事情的發生 所以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很多人就把我先生 當成好像是政治人物一樣 就攪入了一個很奇怪的漩渦 然後把它當成一個丟雞蛋的對象 或是一個抹黑的對象 或是一個 其實我先生從來沒有要重振啊 他就是從一個專業新聞人的角度 去監督這個社會或是政治人物 因為他們手上握有太多的權力 國家的資源 所以必須要受到一些監督 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會發生一個媒體人 被當成政治人物的對待方式 這過去以前有發生過嗎 我知道被早期盛竹如曾經因為 蔣經國不喜歡他 因為他比較自由派 後來就透過新聞部經理 在他某一次下班的時候 拿了不曉得一萬美金 詳細金額我不知道 就跟他講說 朱如啊 你好辛苦啊 休個長假吧 要不要去美國走走啊 人家用這種方法把它架空一個月 那後面我再知道的事情 應該就是 洪一哥吧 洪一哥也是因為 嗯 電視台 對 那就請他先下來吧 但我從來沒見過像你先生這樣子的 就是先抹黑 說他什麼節目賠錢 笑死人了 全新聞台我們也收到收視率啊 那個政經看民視這兩年半 如果收視總平均應該是新聞台第一 當然隨著民進黨的上下跟他們黑客 我跟你講你先生的那個節目真的有趣 哪壺不該提哪壺 趙鋒案就開始窮追不捨 全部人都停了 明明就要封存 這件事情我也是覺得很奇怪 他還繼續追 他有病啊他 如果沒有問題為什麼要封存 這是我覺得不移處有疑裡面的提出了一個奇怪的現象 讓人民去反思 甚至應該要靠立法委員去揭開一些 對 人民應該要知道 好你先生有病 我跟你講然後慈濟的慈粉有多少 接下來 柯文哲誰第一個黑媒體 可是這件事情是土地的正義的問題 這不是哪壹個團體的問題 你先生又被剋黑鋪天蓋地 我跟你講他鑽惹最兇的人 對不對 然後同婚這件事情 你先生有你先生的價值啊 他尊重同婚的人 但他認為社會秩序跟社會的法律要有另外一套思考 可是我先生沒有談同婚的事情啊 我們沒有談 但是我們在節目當中 同婚的事情社會必須要有更多的對話 在現在沒有更多對話之前 其實 我跟你講同婚的問題啊 同婚的問題跟現在蔡英文的狀況一樣 你沒有挺蔡英文 你就是反蔡英文哦 你沒有表態挺蔡英文 你就是反蔡英文 如果你在你的臉書上 你在節目上沒有弄出彩虹的話 那就表示你是反同 已經到了這個氛圍 然後我也是被鋪天蓋地的摸摸摸摸 好啦 一個顆黑 然後接下來 那個第一個講什麼 支持蔡英文 就是禮讓國民黨 就是投降共產黨 他也是被鋪天蓋地的轟啊 好 那我就覺得他是一個奇怪的人 我覺得他是一個社會的邊緣人 所以你其實是一個社會邊緣人的老婆 我要問你的是 我在臉書上看到說 李仙人說 他的女兒很溫馨 在天晚上就跟他在那個 在那個 跟他講 就幫他開導 心理輔導 他怕他這個中年失業 會承受不了打擊 那聽說你兒子也很體貼 就一直問說 那將來我們的生活會不會有問題 也不會有問題 那聽說你女兒去跟李仙人的對話 還是最後建議她去她的學校教數學 當數學老師 對 因為聽說你女兒 聽說你先生數學教得非常好 數學很強 還不錯啦 對 大家都以為念社會主 其實李仙人不是念社會主 李仙人本來是念物理的 我查了一下他的那個資料 他後來去念那個農學院嘛 農推嘛 到了碩士跟博士才去念社會主啦 好那你女兒希望她去教數學 那你希望她幹嘛呢 我希望我先生幹嘛 我聽說等一下 我聽說很多朋友跟我講 你先生最近在家都洗衣煮飯 洗衣服煮飯 拖地 就是變得非常棒 對不對 其實也不是以前不棒啦 就是說 他現在就是完全就是投入家庭 你希望你先生繼續 扮演這樣的角色還不錯嘛 對不對 欸告訴我你家到底有意義嗎 我打一下電話給我老公 你到底是依依還是良藝 依依放哪去了 小三拿出來 好啦你希望你今天幹嘛 我覺得有些事情可以開玩笑 有些事情不太可以開玩笑 所以這是我跟我先生很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我常會罵我先生說 有些事情你要認真一點看來 不然別人真的以為你不在意 或是你就默認吞掉 那一億兩億這個事情 其實我覺得它裡面有影射 上下其手的問題 但是這並沒有 另外就是說 有誇張什麼 屬無前例的 夭壽高 什麼前所未有的 什麼高薪之類的 其實我也覺得好奇怪喔 據我所知 我開了25年 我同業電視台 每一個電視台都有爭論節目 20年前的爭論節目 你現在是中等咖而已啦 對 你現在是中等咖 每一個人都知道大家的行情是多少 如果各位不知道 你上網Google一下 把現在檯面上的爭論節目主持人排一下 其實我現在拿的並不是高 並不是最高的 中等咖 中下咖 但是它要挑撥的是一種仇富的階級概念 讓年輕人討厭你 讓你沒有辦法反駁 然後讓你的理想變成一種有價 很貪婪的東西 對 或者是一種 對 有目的的東西 甚至去嘲笑你是美國人的爸爸之類的 如果你是美國人 你還好回來 愛台灣 那不是很好嗎 國父不就是美國人嗎 不然他都怎麼募款呢 原來中華民國的誕生是 美國人努力的 美國人爸爸有什麼好處你知道嗎 只要這個人 他沒有握有台灣國家的主權權利 不可以去動到這個國家的國家安全的話 他不是政治人物 將來叫兒子 世界地球村你要去哪裡都可以 去當第七艦隊的司令 然後打電話 爸爸說兒子回來啊這樣子 對 但是在現在整個國家態勢的 這個全球國際局勢演變之下 的確已經產生了 快要面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那種 危機狀態 就是兩大陣營的對壘 可能共產主義要用他們的方式去 打著民主自由 去反民主自由 然後去奪得霸權之類的 這些 才擾亂了社會的 跟地球村的秩序不是嗎 那 講到這裡我覺得還蠻難過的 因為 很多道理 在大家心中 其實是有一把尺的 可是 可是 現在因為在小眾的 網路裡面 不斷地被灌輸 對立的東西 或是不實的東西 或是挑撥情緒的東西 讓台灣人真的被撕裂得很嚴重 這不就是 某一個陣營 他們邪惡的手段嗎 那為什麼台灣人這麼可愛 這麼好的一片土地 這麼 這麼富饒的物產 這麼善良的人民 要受到這樣子的挑戰 甚至可能要面對一個很不好的結局 我覺得 這也是當初 我跟我先生會願意出來 不計毀育 25年的教授 25年的主播 我們也可以 好來好去的 拿到好名聲 做一些可以賺錢的事情 可是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情 就是因為時候不多了 那 該說的要說 要有人站出來嘛 可是問題是這個社會 媒體環境就是 不太能容納這個聲音 我覺得我們很幸運的是 因為 有一段時間 雖然是兩年八個月 兩年八個月 在民視 有一個 完全授權我們可以 說實話的 要非常謝謝郭貝宏董事長 對 到現在我才知道 原來他抵抗了這麼多的壓力 而這些我們曾經以為 就該如此習以為常的東西 還有這麼多的抹黑 才知道 這麼樣的珍貴 對 郭貝宏董事長謝謝你 嗯 好謝謝你 我要在這邊 智商 對你先生智商12萬分的敬意 也請你轉告你先生 我們永遠支持他 我是他的頭號大粉絲 謝謝你接受我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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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尷尬 尷尬 室� 唱 Hare 可